嗯,我再想一个问题,就说女生要遵从女德,那么男生应该怎么办?是不是男生也应该遵从男德呢?这样才公平嘛,对不对? 好,今儿我查了一下,被我发现事实上还真的存在,就是也有老师在讲所谓的男德这样的话题 对啊,所以这位老师啊,姓彭,叫彭星彭老师,彭老师呢,他是个好像是学中医的博士 然后他就讲到,男性,年轻人,一定要自爱,一定要避免淫邪 哎,他讲了例子,他说第一就是,那我自信心 他说许多男性,许多网友,许多年轻人,许多屌丝,许多单身狗,许多宅男 共同的问题是什么?犯了淫邪 说的啊,就是在线的,各位 比如说,他说许多中国年轻人,什么问题呢? 守阴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彭博是认为,就是必须戒除这个毛病,才可以 没这黄罐 这黄罐怎么吃到这儿不脆了 真正有人说,这是实话 对吧 还有人说,双手打字,已是清白 还有人说,感觉身体被逃空了 各位啊,我觉得这位彭博士的那个讲座啊,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真的是呢,对大家是有宝贵的这种启发 对啊,那谢谢这位黑色颓废送的皮皮虾 谢谢各位送的竹子 就是什么呢?他讲的有些,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是这位说,赶快打个飞机压压斤,不要随便打飞机 威胁航空器安全,这个在我们国家是很严重的处罚的 就是说,彭博士讲到 先有自信,改这个毛病 第二,吃中药 第三,孝顺父母 哎,孝顺父母 对,因为人孝顺父母心情通畅,心情一通畅,身体的阳气就足 然后他说到,万恶迎为首,百善孝为先呀 说的好有道理呀 然后他就讲到说呢,他讲这些案例 对,说那个有的年轻人 真的 25岁,大学刚毕业 对 状态萎靡 怎么回事呢 就是很简单 就他有这个,手营问题 他说呢,就之前看了一个黄色录像 然后就染上这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然后这个习惯伴随他十年 体力脑力极度下降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对呀 所以说,你看这个例子 是吧 再比如说 他讲到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呢,就有点更吓人了 来,我们一起直接看一下视频 对,看一下 就是在座很多人都有的这个毛病 会对大家造成怎么样严重的恶劣的 不可逆的致命的影响 哎 彭博士 的讲座 好好看啊 各位,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真的是为大家好啊 为了你的肾 为了你的腰 对 为了你的精神面貌 叮 我就跟大家念一封 有一个患者给我来写的信 他这封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了我刚才讲的 如果是过路的手银 过老的手银 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就是早摔 下面我给大家把体念一下 他说 彭博士 你好 我想反映一下我自己的伤经历史 伤经了就是伤身了 这个手银的历史 希望对持有手银无害论的人们 一个警示 他说 我十一岁的时候染上手银 然后射精 迅速的沉迷其快感当中 无法自拔 最多一天射精四字 持续八年之久 八年 八年之久 他留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十九岁 他出现什么情况呢 第一个是 骨头痛 全身的骨节疼痛 大家都知道 肾如骨生髓啊 这个肾气不如的话 骨骼就非常的不饱满 容易疼痛 他说 十八岁的人身高相貌体重 和一个小学生一样 天哪 看到这里 我真的彻底的深深的被震撼 大家看到了吧 他这个就是由于犯了银鞋 这个男生有手银的问题 十八岁了 结果身高相貌体重 和一个小学生一样 各位 在线的各位 我觉得现在轮到大家自我反思的时刻了 你们看看现在自己的样子 是不是也跟个小学生差不多 嗯哼 就是说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呀 我们绝对不能够回避这样的问题 对啊 这里有人说双脚打字 以示清白 还有人讲到说 一个月我最多两次 你应该先反思 不要说次数少了 好像你就有理了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也不由得再想 就这位彭博士的这番啊 其实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 我也把一些事呢 开始想通了 你知道 其实我我以前吧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看动画片的人 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里边有一部 叫做 名侦探柯南 你知道我一直特别佩服柯南的事 就是他永远 哎 就是 就是永远 是个孩子的样子 对 我以前其实一直在想 他用了什么方法 对吧 能够停留在 永远的停留在那个青少年的那种时代 然后依然那么聪明 其实呢 是吧 也许 我们终于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真相是怎么回事了 有人说到这个问题 撸多了会变丑 还有人说 老师 你的样貌也像小学生啊 唉 别说这个让人伤心的事了 我其实觉得吧 我们每个人都要坦诚 就说 我是认真的啊 就说 就说 这件事情 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人 都曾经误入歧途 对吧 深受乞丐 其害而不自知 甚至自以为过得怪不错 对吧 你你你 你说我这 这什么 我跟你讲 就说 唉 我现在想想 我原来应该是 身高至少 两米二二吧 就是说不定能够成为 姚明的队友 对啊 但是我现在 却没有机会 跨入篮谈 中国篮球 对吧 损失了一个 可以说本来 就是改变这个局面的机会 为什么 对吧 你们也应该想一下 你们本来可以 长成什么样 现在你们是什么调样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 在耽误自己啊 那我们现在做的呢 就是要 是吧 这个悬崖勒马 哎 改过自新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对 该剁手就剁手 该剁 该切什么 就就切什么 是吧 所以呢 嗯 有人讲到说 柯南已经是个大人了 何况他还有小蓝姐姐 唉 这里有一位说 我13岁就得了前列腺炎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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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前列腺炎 以前都是七八十岁才得的 现在可好13岁就得前列腺炎 你看这样好吗 对吧 啊 嗯 这里有人说 该剁的剁了 还有人说 你丑 你先切 唉 啊 嗯 好了 呃 对 对 这位说的好 中国青少年的性教育呢 是不完善的 确实是 呃 今天的节目 我也是 对吧 为什么准备那么长时间 我就是希望能够把有意义的 这些东西 这些内容 都都都传 转给大家呀 彭博士所说的这个话题 我认真的希望大家 好好思考 好吧 呃 这里有人说 我身高3米3 嗯 像你这样的吧 其实是有些不方便 就是 对 上午公交车 过个桥啊 什么可能都会撞头 你倒是应该 及时的采取一些 对吧 也算是以毒攻毒 抑制下自己的身高 哎 那个也倒是也不错 来 但是总之了 我们要说的是 对吧 那个彭博士给大家讲了 大家要遵从难得 难得 各位 对吧 该做都要做咯 所以 那个 如果大家觉得 我给大家这个建议 还不错的话 不如来拨竹子咯 嗯 对 这是说 大家竹子来一波 让老白 身高突破3米 重新做人 是啊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曾经误入歧途 由于曾经像你们一样 误入歧途 我已经没有机会呢 涨到2米2二了 但是 有了熊猫 TV 各位网友的支持 也许我在这里 还是可以实现 我的篮球梦的 目前我的身高呢 已经是2米9 大家可以来帮个忙 让我突破3米 对吧 在网上重新做人 重新变得高大 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 共同反思 我们一定要努力做一个 清白的 有道德的人 黄瓜 我今天应该扔掉了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竹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